嗨大家好我是吳瑋 今天來介紹這一個就是 大雁騰雲二階 說到騰雲其實它已經是非常有效的做出了一個很棒的口碑 讓大家對於大雁這個品牌又重新認識了這樣子 騰雲三階它真的是很不可思議的安靜 而且手感性能各方面都非常的棒 前陣子他們就推出了這個騰雲二階 來看一下它的包裝 其實還蠻像幹雲的那種感覺 但是畢竟外面的風格還是比較屬於是大雁的 它的配件盒看一下 很棒耶 我沒看過二階解法這麼厚的 因為通常廠商附這一張都是用薄薄的紙 沒看過這麼厚的 非常詳細的一份解法 我覺得光這份解法就很有價值 從入門到進階都有 除了這個還給你兩組彈簧 看得出來是陷進不一樣 這個細的是比較軟的 這個的話很硬耶 好有興趣的話再來換了 它盒子這邊還有貼那個防尾標籤 就是防止防冒這樣 可能就是一個宣示作用吧 就是我有在注意有沒有防尾喔 這樣 這個就得到另一個問題 你去防一顆方塊有沒有那個經濟效益 看一下它的方塊 60克 黑色的咧 61克 黑色重了1公克 1.5公克 尺寸 好標準50mm 好剛剛好50厚 我沒有調過 可是它原廠出廠就可以拉這麼開 拉這麼開就直接轉角了 欸 我馬上就注意到它的外型上 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它在內部接觸面這邊啊 有很多條的防年溝槽 然後它是做成波浪紋 還蠻有外型上的特色的 然後六色的部分啊 它裡面是採用原色的色料 黑色的話就全部都是黑色這樣子 各位最在意的一個問題 就是它有沒有像 騰雲三接那麼安靜 好 這邊告訴大家 其實是有 聽聽看 它有達到騰雲三接那種感覺 也真的是夠 夠安靜的 不過其實二接安靜的方塊也蠻多的 因為它畢竟不像三接 然後它雖然這邊做的接觸面 有那個波浪紋 可是我這樣子看 其實它的腳塊之間是沒有接觸的 它完全就是靠它裡面的內盒那顆球 在維持它的形狀 從這邊就可以透過去 看到它的腳塊是互相是沒有接觸的 這邊來介紹一下它的手感好了 很輕滑很鬆滑 然後吃力的話 算是有點強齒 所以強齒的後果就是 它在出定位點的時候 會卡到一下這樣子 不過你二接坐磁力 你一定要承擔這個後果 這顆是還沒有潤滑過 可是它已經夠滑 可能我會需要的是 比較黏一點的潤滑劑 我是怕小彎油下去它會太滑 不過沒關係啊 試試看 你要潤滑的是 腳塊跟中心塊 平常變那個地方 喔 很奇怪喔 我小彎油下去它反而主力變大了 那我猜它應該出場就有上 一些黏性比較大的油 所以彎油下去之後 跟它交互作用 然後讓手感變得比較黏一點 這沒有不好喔 因為我覺得原本的其實過滑 然後容錯超級大的 有沒有看到 容錯超級大的 而且逆容錯也很大 我覺得這個就是歸功於那個 腳塊是不碰在一起 它只靠隱藏邊 把腳塊壓在那個地方而已 它的正力容錯都很大 你看我這邊 我這邊逆容錯過不去 就變成下一個面的正容錯去 可是真的是很流誇大 我會覺得磁力這麼大 對啊 彈簧用這麼硬是應該的 它裡面有附軟彈簧 可以試試看喔 這邊就不特別去改裝了 不過我猜測可能 裝了軟彈簧之後 它的手感會變得超級無敵 Q彈 你可能會Q彈到抓不住這樣 這顆它是比較偏穩定的 跟騰雲三階其實還蠻像的 只是因為阿瑜它是二階結構 所以 它必須要 要維持它的穩定 它要用比三階更強的彈簧 去Hold住它的那個穩定度這樣子 就這顆 可以阿 如果你真的喜歡騰雲三階的話 這顆是可以推薦的 還不錯 OK以上就是這顆 騰雲二階簡單的開箱評測 我覺得評價不錯 好啦有任何問題的話 就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 那如果想要看我們開一些 什麼新的方塊還是舊的方塊 你可以直接在裡面點餐 好那就這樣子 下次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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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